男子请好友去吃日料 并花费600元点了一壶 店内独家酿造的精酒 没成想 男子一杯下毒后 却发现里面装的竟然是酿 事后找老板讨说法 可老板却要求不要曝光 他愿意掏钱来摆平此事 那么这么离谱的事 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眼前的男子名叫高先生 他委屈地表示 自己被迫做了一般人 都不敢做的事 当天自己的两名朋友 来到自家做客 为了禁地主之仪 他便带着朋友 来品尝当地知名的日料自助餐 并且还点了三瓶特色酒 好好招待两名朋友 等到服务员把酒端上来后 高先生直接提起瓶子 就要一言而尽 因此来代表他的诚意 可当他喝到一半时 却双眼一灯两腿一正 差点连昨晚上吃的饭给吐出来 中大张 中好 回头都好 就是有点发生的 你那种感觉始终在吐 总想忘记不吐嘛 据高先生所述 这酒喝起来有五尿骚尾 尝起来还咸咸的 根本就不是正常酒 众人为了了解酒瓶里 装的究竟是何方妖物 便把酒倒进了矿穴水瓶 可当看见酒的颜色时 众人倍感不妙 于是众人便把酒倒进矿穴水瓶 一探究竟 但瓶里的颜色 却让众人搭慌 非常火 我要的是热酒 这样冒热气呢 我一闻 就是跟尿的那个味道一样 意识到不对劲后 高先生当即喊来服务员 让他解释一下清酒 为何会是这种颜色 服务员支支吾吾半天 表示有可能是两种酒掺在一起 味道发生了冲突 高先生并不信服 决定找到老板了解真相 并让其品尝一般 这究竟是不是正宗清酒 一点酒味都没有 就是羊毛泽 你说不是尿 看我说 老板一开始不尝 我说你要不尝 你就证明你这个东西有问题 起初老板扭扭捏捏 不愿尝试 不过在高先生 一行人的威胁下 老板只好闭上双眼 强忍着把酒咽下去 老板的嘴巴搭两下后 就开始发呆不说话了 思索片刻 老板终于开了口 表示给高先生 三人每人 一千四辽解决 老板这种做法 也是变相承认了 死凭内装的不是酒 而是尿 那么此事 最终该如何解决呢 一人赔我们一千块钱 三人是三千 好了我们对这个结果不太满意 拿完一锅 他说过伤口掰开嘴 啥事都没有 你也不能过伤道啊 六十 上了一壶尿 可高先生认为 自己花了大价钱来店里吃饭 结果却让他喝了一壶尿 这已经算是践踏了他们的尊严 想用钱解决 已经不可能了 老板认为 几人是想讹诈他更多的钱 于是便不再协商 让几人把酒拿去化验 随即高先生便去往了鉴定部门 可检验结果 令他们惊掉下巴 清酒这个淡胺含量啊 是小于 一升一小于一毫克 但是现在是一百四十 接近人体尿液的淡胺含量 飞涩 清酒中是有尿液 在去取化验结果的时候 这个的确是尿 而且还不是小堆尿 是大价 事实摆在引前 三人决定喊来媒体 曝光店家的黑心行为 一时间此事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 各路媒体闻声而来 采访老板为何要这样坑害顾客 可老板却没有解决问题的态度 表示对高先生 鼓起的鉴定机构只有怀疑 说不定就是拿假冒的检验结果 来勒索自己的钱财 可这份鉴定报告 是北京一家知名机构出示的 难不成还能掺假吗 希望老板能意识到自己错误 并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不要继续做商街害理的事了 那么对此 你们有何看法呢 期待您的精彩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